朋友們在聖禮跟聖禮在派對女人在派對 聖禮脫鑽女性畫面鋪 聚和辣是犯罪醜聞關鍵證人 我們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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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年爆出聖禮 鄭俊英 崔仲勳等人的性醜聞案 正經韓國娛樂圈 當時Burning Song夜店事件 建設偷拍迷運性侵奪名女性 三人就逮捕入獄 BBC最新紀錄片 公開這段韓語黑暗事 勝利開拍時惡心惡狀全曝光 朋友們在聖禮跟聖禮在派對女人在派對 你怎麼這麼嚴重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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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你怎麼這麼嚴重? 你怎麼這麼嚴重? 不是 真的 你怎麼這麼嚴重? 紀錄片曝光勝利等人的飲料群組 也發現有警察高層捨入包庇 一國的卡拉成員 聚合拉原來是關鍵人物 因自己也是偷拍受害者 悄悄協助調查此案的記者 在我不會有名的 我跟平常似身旅人的照片 和平常似身旅人的照片 和平常似身旅人的照片 都分相關鍵人的照片 在那裡 她問她說的是 她是我的偉人的親自身 所以 她是在她的手機 她的手機 看了 她是說 那些什麼事在那裡 真的有個有事 有些人的 有事在說話 是這樣的 我说了什么 我说了词 我说实话 其实我说 我 我想知道 我不是个人的存在 所以我仍然不懂 所以我说 我可以帮你这部分 我说了 当时 我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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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跟CHAE有电话 她问了 她问他在警察总统的联系中提供的警察总统的联系 Giola相记者主动提供好友的犯罪证据让事件有所进展 但最后崔忠旭被判刑两年半胜利判有期徒刑一年半 关键人物郑俊英更只有管五年 加害者们早已重获自由 韩国网友震惊如此轻判 要求重启调查的声浪也渐渐高涨中